这车能杀死人吧 腰斩那种 别惊讶啊 这真是一台车 还是一台价值不菲的车 当然没你们想象中的那么贵 只是相对普通BBA来讲 它确实不便宜 Loris Car 一台艺术成分高于实用性的概念产品 全球限量四台企业 不能合法上路 Loris的设计灵感来自于 Lamborghini Contas 你没听错就是Contas 主打就是歇形 但Loris的表现形是更直接 设计师的心理路程还是这样的 既复杂又简 反正不是我等凡人可愧思的 车身由12块PC塑料板组成 这是个什么材料呢 车灯这儿还有眼镜片 多数都是这种材质 从外面看一片漆黑 车内的事件 说实话也不怎么样 塑造的就是个神秘个性 我知道兄弟们肯定很好奇 这玩意儿应该从哪上车呢 别着急 咱有遥控器 只要按下开启按键 斜行车针就会升起 首先应用眼帘的就是 镀铬六边形放响盘 以及两个纵向安装的座椅 没想到吧 还是个两座的 另外Loris是管式车架 设计风格又比较简单 多余的零件几乎没有 所以承重方面大家不用担心 反正太胖了也做不下 再有就是动力 一个5000瓦的电机 匹配单速变速器 最大输出马力6.8匹 零百提速 终生难以抵达 估计还不如某些高功率 老头乐爱跑得快 但考虑到它的概念 开不快也属于正常 这是一个专门设计 高跟鞋的公司 设计出来的东西 打造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宣传 单量拍卖金额在11.5万美元左右 所得利益全都捐出去了 所以你想买也买不着 二手市场的你也逃不着 这边最后不是归博物馆 就是成为个人收藏品 在仓库待一辈子那种 我是急速车市 顺利关注告诉我 你想看什么车 我先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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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着 就在这边